你就要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你唸的时候 你的气质流通了 然后我就哭了 2017年1月 临终护理团队开始关怀蔡阿公 刚见面时尝试二言相对 我看他坐在那个护卷 我就提供他一个医院床 他讲OK 后来已经准备了 他打个电话 妈 我很多粗话 为什么你哪一个床 我不管你这半个小时 你一定要拿那个床走开 哇 我差不多要晕倒了 隔天我去看他 他知道他很错 但是很内疚 他就跟我讲对不起 昨天我发很大脾气 我说不用急 病人全部都是有病再生 一定会发脾气的 他叫我差不多一年多了 看到他我流泪 因为他很开心 我才做了 你们来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跟他讲话很开心 就这样 你吃东西拿着不去帮我 百合要帮我 怎么帮你 等我讲好话啦 阿公轻轻地说 护理人员听在心里 佛到家 福到家 小儿子一家人都来了 阿公最挂心的金婚照片 也为他圆梦 我是希望陪伴Mr. Chua 好好守最后一段旅程的路 因为这个是我们 临终关外护士的使命 大海新闻新加坡 综合报道 接下来也是一个 会让您流泪的故事 在中国大陆清洁队员被 在中国大陆清洁队员被